大象 熊猫 持母手 中线 游子 生上衣 零行蜜蜜蜂 海森 你的理想是什么 嗯 我想做一名老师 谢谢 客气 大象 熊猫 读好书 做好人 圆好梦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请 喂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盼盼食品 观众朋友 晚上好 晚上好 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7年12月30号 农历11月13日 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首尾书记于伟国深入福州 看望慰问困难党员群众 强调各级党委政府 要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 为群众多办实事 精准扶贫 久久围攻 省定特困箱之一的寿宁县下党乡 在2017年底实现全部脱贫 人均纯收入28年增长了57倍 甘举艺术节开幕 全省首趟高铁旅游专列发车 元旦假期第一天 福建各地推出多样旅游项目 丰富市民假期生活 南平探索旅游家模式 打造大五仪旅游圈 推进多产业深度融合 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 元旦起施行 力争到2020年 我省大陆自然暗线保有率 不低于37%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元旦佳节临近 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生活 过得怎么样 还有哪些困难 省委书记于伟国一直牵挂在心 29号于伟国带着省支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 深入福州市静安区 古山镇 岳峰镇 看望慰问困难党员群众 代表省委省政府 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 于伟国强调 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时刻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头 对困难群众更多一些真情实义 将心比心 设身土地 着力办实事解难题 让全省人民过好平安 祥和 欢乐的节日 八十六岁的老党员陈玉珠 居住在静安区古山镇 横宇善西家园 他和老伴常年患病 孩子没有固定工作 家庭收入十分拮据 于伟国走进陈玉珠家中 与老人促膝交谈 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 和家庭收入子女情况 老人拉着于伟国的手告诉他 以前他住的房子 一下雨就到处漏水 能住上干净明亮的安置房 全家人都很高兴 党委和政府一定会帮您一家人 把困难一个一个解决的 于伟国鼓励他和家人增强信心 积极面对生活 在当地党委政府协助下 早日摆脱困境 于伟国随后又来到 岳峰镇鹤林新城 慰问拆迁安置户唐瑞惠一家 唐瑞惠是一名有着42年党龄的 老党员 他腿不残疾 无劳动能力 一家人住在45平方米的房子里 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一位国听说 老人家坚强地克服自身困难 热心社区工作 为社区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事 深表赞赏 您这么积极乐观 有各级的帮助支持 生活一定会逐步好起来 他叮嘱有关部门 和当地干部 要继续做好帮扶工作 想方设法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于伟国要求 全省各级各部门 要高度重视 时刻关心 城乡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 多做雪中送炭的时事 落实好城乡低保 社会救助等政策措施 进一步完善保障措施 切实保障困难家庭基本生活 让他们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爱 过好欢乐祥和的两节 省领导王宁 梁建勇陪同慰问 谢谢大家